好很快 我们来再讲 12章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 12章讲的东西呢 基本上提到的是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平衡 第二个讲的是弹力 那平衡跟弹力呢 在我们的这个 在这里放在一起 在别的课本 我很快来讲一下 在别的课本里头 通常平衡归平衡 弹力归弹力 但是呢因为这个 在这里头呢 他讲到的平衡呢 是因为有物质是有弹性的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桌子 我们前面所讲的物理系统 都是所谓的钢体 钢体就是它不能形变 这个位置没有相对距离的变化 可是实际上大部分物体都有 所以当你把这因素 考虑在平衡的时候 那就变得很重要了 比如说你今天我举个例子 你今天大家常常有 爬那个梯子嘛对不对 爬梯子爬到高处去 去弄东西 那一爬爬爬爬 万一踢是一缩 对不对 那静力平衡就要另外去考量 就悲剧了嘛对不对 所以这本课本呢 比较特别 他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啦 放在一起去考量 好那equilibrium 就是所谓的这个平衡态 那这个electricity 就是所谓的弹性 那平衡呢 在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个章节里头呢 我们提到的静力平衡包含两个 我这很快刚要讲一下 就是我的总力 合力为零 合力举为零 那我就会达到平衡 合力为零跟合力举为零 就达到平衡 但是这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合力为零 合力举为零 那物体会不会动呢 为什么会动 不知道随便猜 合力为零 合力举为零 在牛顿运动定律里头 告诉你的是 静止或等数嘛 对不对 应该说 没有任何的外力 会影响他的运动状态 所以他什么样的运动状态 就会维持对不对 所以零也是一种 等数不要忘记 零也是一种等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 静力平衡的时候 会讲合力举为零 合力为零 然后它会维持原来的状况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课本 在12章的时候 它特别提到 虽然说物体可以维持 运动的状况 但是我们12章 特别要讲的是什么呢 特别要讲的是 它是静止的那个状况 那是一个特殊状况 就静止的这个状况 好 那第二个部分讲弹力 弹力是在 在你们以前学的时候 你们大概学到最接近弹力的 就是虎科定律 可是事实上物质 并不是只有虎科定律而已 所以说大部分的定律 从虎科定律出发 因为物质不要忘记 虎科定律 所讲到的描述的现象 是你一个物质接一个弹簧 对不对 它所有的弹力变化 都是一个一维上面的运动 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生活的世界 并没有所谓真正一维的东西 任何东西至少是二维或是三维的 比如纸张 其实纸张也有厚度啊 对不对 所以万一你遇到的问题是 三维的问题的话 你的东西是一个有体积 有长度有面积的话 那我们的弹力怎么去计算 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东西 好 所以这是十二张主要讲的啦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上到这边 下课